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明镜头条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美国政治舞台上最具挑战性的选举局势 根据最新的明条 特朗图与哈里斯在密歇根州的支持率达到了平手 这一结果不仅显示出选民对经济和边境安全的担忧 也让这个传统南墙州的未来充满不确意气 与此同时 乔治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竞争也在加剧 特朗普和哈里斯的支持率相互交替 让选民们面临艰难的选择 此外 特朗普对民主党的强烈指责 以及哈里斯的反击 无疑使这场选举的氛围更加紧张 而在法律层面 特朗普面临的1月6日袭击 责任问题又为他的竞选之路增添了更多变数 这一切都在显示 无论结果如何 这场选举都将成为美国政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美国政治的激烈竞争中 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 特朗普和哈里斯在密歇根州的支持率旗鼓相当 这项由Redfield and Wilton Strategy进行了调查表明 两位候选人的支持率都为47% 雕质者哈里斯自拜登退出竞选以来的支持率增长趋势发生了逆转 密歇根州被认为是蓝强州传统上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但2016年却将票投给了特朗普 自1992年以来 该州一直是民主党的铁票舱 除了在2016年特朗普击败希拉里克林顿的那一次例外 在8月底电讯报的数据追踪显示 密歇根州对哈里斯有所倾斜 他曾一度领先特朗普三个百分点 这一优势保持到9月初 然而从9月中旬至10月初 这一领先优势缩小至两个百分点 最终消失殆尽 密歇根州是七个摇摆州中平均收入最低的州 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该州的平均家庭收入为62零美元 低于北卡罗莱纳州的63零美元和乔治亚州的67零美元 在这场紧张的竞选中 特朗普和哈里斯都将密歇根州视为关键战场 并进行了大量的竞选活动 新民调显示 密歇根州最大的选民群体 在经济通胀和移民问题上更近人特朗普 而在执法犯罪医疗保健和堕胎等问题上 则更倾向于支持哈里斯 几乎一半的密歇根选民表示 他们的财务状况在过去一年中恶化 只有21%的人认为有所改善 大多数选民认为美国在边境控制上表现不佳 密歇根州拥有15张选举人票 是竞选中的关键州之一 吸引了大量关注 特朗普计划在底特律举行集会 重点讨论经济和汽车产业问题 他的竞选团队称 密歇根州的选民应通胀问题而倍感压力 并声称如果哈里斯胜选 他将摧毁汽车制造业 这场选举的激烈程度可见一般 选民们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特朗普的支持者着重强调他的经济成就 尤其是在汽车工业方面 而哈里斯则通过强调社会正义和医疗保健问题 来吸引选民 距离选举日不到三州 另一个关键州的竞争也在升温 根据昆尼皮亚克大学的民调 特朗普在乔治亚州略微领先 共享16张选举人票的北卡罗莱纳州 则稍微倾向哈里斯 在乔治亚州特朗普的支持率为52% 领先于哈里斯的45% 而在北卡罗莱纳州 哈里斯少少领先 支持率为49%对47% 这两个州的性别差距明显 女性选民更倾向于支持哈里斯 而男性选民则更支持特朗普 提前投票已经在这两个州开始 选民的参与度异常高 特朗普在乔治亚州的支持者较多 而北卡罗莱纳州的竞争 则仍然寻而畏绝 随着选举日临近 双方都在全力争取选票 无论结果如何 这场选举都将成为 美国政治历史上的一大里程碑 在言辞激烈的政治环境中 特朗普和哈里斯之间的对抗 如同一场紧张的拳击赛 特朗普在活动中称民主党为内部敌人 甚至暗示军方可能需要介入 以应对激进左派的疯狂行为 引发了广泛关注和争议 哈里斯则毫不留情地反击 称特朗普的言论显示出 他越发不稳和失去理智 并警告选民要警惕这样的极端言论 在这场政治决例中 特朗普的支持者 有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的助阵 而哈里斯则在底特律进行了一系列活动 试图吸引更多的选民 双方都在尽力塑造自己的形象 争取更多的支持 特朗普的内部敌人言论 和哈里斯的法西斯指控 都成为了选举的焦点 选民们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 做出艰难的选择 此外特朗普在1月6日国会大厦袭击事件中的责任问题 仍在发酵 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的文件指出 特朗普对袭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并指责特朗普试图利用法律豁免权为自己开脱 在对这一事件的法律纠纷中 特朗普的律师试图将案件驳回 但检方提供了强调其责任的详细证据 指出特朗普在面临权力流失时采取了绝望的犯罪行为 这份长达165页的文件不仅描述了特朗普的具体行为 还为即将到来的审判提供了证据蓝图 无论案件的最终结果如何 这都将对特朗普的政治生涯和美国的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在美国这个民主国家 每一个选民的选择和每一次选举的结果都在塑造国家的未来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选民们将不得不在一片嘈杂和争议中做出抉择 这是他们民主权力的体现 也是对国家未来的庄严承诺 这场选举都将是美国政治历史的一个众角篇章 记录着一个国家在面临挑战时的抉择和方向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哈里斯在密歇根州的支持率上升 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游戏 这反映了美国选民对于社会正义和医疗保健的重视 密歇根州作为一个摇摆州 选民更关心的是实际的社会福利和医疗政策 而不是简单的经济数据 当年奥巴马在密歇根州的成功证明 选民更倾向于支持那些能够提供全方位社会保障的候选人 即使哈里斯目前与特朗普势均力敌 但他在医疗和社会改革方面的承诺仍然占据了道德高地 假如选民能够在选举日记住这些政策 哈里斯的支持率甚至可能再度上升 哈里斯在密歇根州的支持率平分秋色 这其实是对他政策失败的警示 是的 选民们并不仅仅关注经济数据 但这些数据背后是他们的生计 特朗普在经济上的成就不容小觑 尤其是在汽车工业的复苏方面 还记得当年里根总统如何利用经济繁荣击败卡特吗 选民们担心的是真实的经济状况而不是理想化的社会政策 密歇根州的选民对于边境安全和经济稳定的需求也是实实在在的 若哈里斯不能妥善应对这些问题 他的选票恐怕不会如愿上升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谢琪琪在这场辩论中展现了对于哈里斯在密歇根州支持率的不同 各自的观点都提供了我们思考的深度与广度 楚天书的论点强调了选民对社会正义和医疗保健的重视 这一观点无疑是有其道理的 在许多摇摆州 尤其是密歇根州 选民的关注点往往不仅仅是经济数据的表现 还有社会福利的实施状况 这使得后选人的道德形象和社会政策的承诺成为了关键因素 楚天书引用了奥巴马在密歇根州的成功 这是一个有力的历史参照 可以说明选民在面对经济繁荣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取舍 楚天书还提到 哈里斯在医疗和社会改革方面的承诺 无疑在道德高地上为他赢得了一定的支持 然而谢琪琪的反驳同样有其合理性 他指出哈里斯的支持率平分秋色 这不仅是数字上的平衡 更是一众对于政策失败的警示 谢琪琪提到的特朗普在经济上的成就 尤其是汽车工业的复苏 对于密歇根州这样的摇摆州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选民的升级利益与经济状况密切相关 这一点不能被忽视 谢琪琪的论点立足于选民的现实需求 强调了边境安全和经济文定对于选民的重要性 这是一个坚实的论据 在这场辩论中 我认为楚天书与谢琪琪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楚天书强调的是理想与希望 关心的是选民的道德选择与设 会则认感 而谢琪琪则更为务实 关注的是选民的生计与经济现实 两者之间的辩论恰恰反映了当前美国政治的两个重要面向 理想与现实 在当前的政治氛围中 选民的焦虑与不安让他们更加关注 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候选人 谢琪琪的观点提醒我们 即使哈里斯在社会政策上有所作为 但如果无法有效应对 选民在经济和安全上的实际需求 他的支持率将难以持续上升 这是一个非常清醒的看法 让我们意识到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微妙平衡 总的来说 这场辩论使我们意识到 在选举中 候选人的政策承诺与选民的 切身利益之间的关系是多么重要 楚天书与谢琪琪的辩论让 我们看到了政治广场上 理想与现实的交锋 也提醒我们 在思考未来选举时 必须全面考量选民的多重需求 两位辩手的精彩表现 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考素材 让我们在未来的政治选择中 更加理性于周全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外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 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 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经 无疑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